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是己害丁害心害 这是一个女命 她是在问说 她什么时候会有对象 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八字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一定是看到 她地支这么多的害水 她的一个观赏这么旺 应该照到来讲 她的桃花很旺 但是各位 学八字不是看什么多 就是会变好 我们要看她的一个排列组 所以我们从她的本命可以知道 她的天罡为己谷 身心金 她的地支为害水 去克世 所以从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她这一种八字 是本命日主受克的这一种的情况 也就是 女生要是日主受克的话 很容易在感情上面 是走的比较辛苦的 然而她现在进入的是辛丑大运 我们来看一下辛丑大运 她的排列组变成是怎样 天罡 己土生辛金 她的地支变成了四火生丑土 去克害水 那害水有两个 各位 在这一边 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她原本有三个 结果现在只剩两个 一个受伤 所以这就表示说 她八字虽然脱困了 可是相对而言伴随的是什么 她的桃花运 也减缓 在之前可能是有很多桃花 只不过来的都是烂桃花 现在脱困了 可是相对而言 桃花的运势 她减缓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她就必须要解决 丑土跟害水的 这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能够让这个害水受伤 然后又要是日主脱困的 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一个八字她就很难去找 我们可以把十二个地支拿出来 我们可以知道 直 直丑河 她是不是又变成害水去克 似火不能用 那丑土更不可能 那尹呢 尹害河 还是一样 反而更弱 那卯 卯是不错的 因为害水生卯木生似火生丑土 所以在今年奎卯年 他是比较有机会的 尹 那绝对不行 还是一样火生土克水嘛 尹 没有太大的帮助 尹 也是一样没有太大的帮助 尹 没有帮助 四生河 丑土克害水 还是一样不行 那尹呢 火生土生金生水 很好用 那续不行 害死的更难看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以十二个地支来看 他变成只能够用 卯还有勇 这两个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他的这一个桃花很难 有很好的一个状态 毕竟 没有处理的时候是本命日主受克 那处理完了以后 却又是这一种 桃花很难复活的现象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桃花 确实在这一个人身上 是 要嘛就是烂桃花一堆 要嘛就是像现在脱困 不会有烂桃花 但是桃花运反变弱 所以这就是这个八字里面 两难的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